他们的教练兼队员 在年中的时候才和陈红林来组合 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穿着黄色运动服 在屏幕上方的是中国队的 张楠和赵云磊 穿着红色运动服的 我们可以看到陈红林也是非常有名的 羽毛球赛场上的眼镜侠 他的男双搭档是林佑郎 这一队组合也是最近两年 冒出来的中华台北队的一队年轻新秀 中华台北的男双进步还是挺快的 从他们方建民李胜木的这一队开始 现在这两三队这两队选手 都还是有比较强的实力 陈红林和陈文新搭档 在今年6月份参加新加坡公开赛的时候 他们获得了进入前四的成绩 那么昨天晚上赵云磊和田青 已经获得了本届样营会的 女子双打冠军 所以这位球员可以说是非常不错 那么在应该也是属于团体成员 中国的这队选手张南是来自北京 文贤青运动员 可以算是90后这一批的选手 赵云磊是来自湖北 陈文新往前的铺球下网 但是还是挺破辣的 挺凶的 翻拆这种球 张南呢大家可能在画面上可以看到在场上他显得有点 按北京话说就有点蔫不吉吉的 就是这个普通话应该是说在场上不是特别那种特别活跃那种感觉 好像比较闷 但是我觉得他打球非常有灵气 其实在年轻选手里边 那么同样都是很霜 上面一场我觉得上一场的比赛比这场最少现在来说是比较激烈一点 那么也许是刚开局吧 所以双方还是不是特别的熟 一方面失误也比较多 所以来回比较少一点 再一个 目前双方的打法就是还不是完全像刚才那一队 大家通过前半场来争夺这个控制权 往前 因为挡网的出戒 所以这位运动员尤其像羽毛球运动员就是戴着眼镜在场上比赛的还是非常少的 可能有一些戴着隐形眼镜 那么就是直接戴眼镜的还是比较少 业余的挺多的 我们最大的困扰就是打着打着汗水会掉在镜片上 对对对对 主要会眼睛会蒙的到时候 对 这球主裁判界外了 那么我们看到四线还是做出自己的判决是界内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要服从主裁 对 我们看到中国队的两位教练 出封 对 对 太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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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防得非常稳 其实这个球呢 程文心并不是一个特别绝对的机会 因为已经过了他的身体 那个球他反派背向对方的球场 想去反派抽杀 但显然是没有陶飞克那一手绝活 对 那么这样的球已经有两个了 刚才我们也说了 就是再往前 他应该出手还是比较凶 但是也要看看自己的这个 条件 能不能达到这样一个要求 在亚运会这样的赛场上 张胆敢这样表演 说明年轻队员还是很有冲劲 我们羽毛球队的年轻队员 是 不是那么拘谨 刚才表现的还是非常的精彩 看看有没有慢动作 张胆敢还是在比赛当中很放松的 对 我觉得运动员在场上比赛应该要保持一个轻松的心态 因为如果你太紧张的话 一方面可能对自己的发挥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但是这种轻松放松并不是说你那种好像再去玩那种心态 我觉得也也不可取 就不敢拥对自己的那种 对自己的把动力 对自己的根据 你想突然改变节奏的一个快发 很清楚 我想突然改变节奏的一个快发 想突然改变节奏的一个快发 但自己还没有弄好自己的节奏 光想着去干扰别人 打到前面的自己的同伴了 11比10 中华台北队领先1分 到了第一局的间线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广州亚运会的羽毛球 倒数第二天的赛事 今天已经进行到了羽毛球赛事的 倒数第二天 今天将会决出 两个项目的冠军 一个是女子单打 另外一个是晚上进行的男子双打 这要知道我觉得天河体育馆 应该是羽毛球比赛举办的非常多了 02年的汤污杯在这里 之后有五年的中国公开赛 也是在这里 去年就是因为备战亚运会 所以天河体育馆在装修 所以去年的苏迪曼杯 09年的苏迪曼杯 并没有在这个场馆来进行 今天我第一次进入这个场馆之后 感觉它整个的外头看一点变化都没有 但是近来是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座椅都变成了绿色的 给人感觉更加的清新舒服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馆也比较适合羽毛球的比赛 他现在给人感觉就是他比较深 不像过去是特别宽广 我觉得原来天河因为有8000多人的座位 所以感觉特别宽广 现在给人感觉就是深一点 有点像那个网球赛场那种 就是观众席显得更陡一些 这样你的注意力更容易被集中在赛场上 是 发球为例 程文新的发球过手为例 好球 机会好球 两个人的出手啊 手上的动作还是很小 弹对方的后场的时候 让对方不能很早的判断出来 只能被动去过渡 好 13比12 程文新回球出界 对 我们在前面说了中华台北队的男子双打 这两年我觉得他们进步还是挺快 在原来的基础上 这两队都还是具备很强实力 其实方建民李胜目在有的教练看来 已经具备了就是去 跟前四非常接近的这种实力 嗯 但是他们如果是打起混双了呢 我觉得女运动员还是相对来说实力上欠缺一点 对 不是那么稳妥 包括场上那些组阵能力还是欠缺一点 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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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陳文馨特別喜歡到後面 我覺得應該有很多的機會 他應該應該到往前去 但是可能女雙打多了 我覺得對這個混雙 一些不太明確 所以有時候女雙強的人 往往去打混雙有時候不是特別好 除非他對這個混雙的這個站位 分攻比較明確可能還好一點 如果不是特別明確的話 往往經常會跟男選手 來爭這個後場的這個進攻 剛才又是往前封網的時候動作過大 這球動作大了呢就沒有那個時間 結果打出了界外 這球不屬於過狠 就是動作太大 導致你的頻率不夠快 加油 目前的形勢對戰男趙英雷來說還是非常好 這對選手雖然年齡很小 但是全英冠軍還是給他們很多的信心 前半局我跟你不是很著急 看看對方大概的球路是什麼樣 對 控制比較多 等到摸清了對方的一些路數之後 開始發力 把比分拉開 這球其實上去一看就是前面我們提到了張南比較放鬆 就是感覺他覺得這場球他也做了充分的準備 覺得有很足的信心要去贏這場比賽 從目前來看也是趨勢也是這麼發展 我特別想看看陳洪林什麼時候比賽的時候 看看他是怎麼擦眼鏡 如果汗水掉到他的眼鏡呢 因為你在場上打的時候把衣服也濕了 有時候短褲也是濕的 對 這個去擦 還沒地方擦 沒有能擦的 這幾種解釋 一種解釋就是陳洪林這位選手呢 出汗比較少 對 不出汗 對 現在是舉點我們先來看 下出界 然後眼鏡是防霧的 對 連續失誤 太放鬆的情況下有時候不夠嚴謹 嗯 嗯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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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出底线判断非常好 21比16 张南赵云磊先胜了第一局 1比0领线 陈文新的比赛 第二局开始了 赵云磊先发球 辈灯 哎呀 1RO 打 语 啊 2 1 0 0 0 这个落点很坚 前方球也不是很到位 起跳之后那个球 看了这个好几场 这个混合双打的比赛 总感觉现在的女的选手 防守都特别好 一般的男的你看就是这样 去杀球的话 不一定能够好像给对方产生太大的威胁 过去一直就说女双的防守好 因为女双在训练的时候 都是男队员给他来陪练 对对对 那你在场上陪练的男运动员的杀球 能接得起来 那么女双对手的杀球 一般也都没什么问题 是 所以女双现在的比赛 防守 对 特别好 像昨天 对女双的 就是观察局 对对对 对于阳 打的时间很长 一个多小时 因为水平都 实力都相当 防守能力都很强 所以都很难打死对方 基本上就要靠自己的一些失误 目前第二局的形势还是说比较好的 5比0领先 刹球出键 因为我们看到张南的这个有时候的这个发挥是在场上挺写意的 嗯嗯对这个我觉得跟两个同伴彼此之间互相的理解和信任也挺有关系 嗯对方掉了一往前上步稍微慢了一点 嗯 2 5 1 2 5 1 张南现在在男双上面呢 他和柴彪来搭档 来自湖南的一个选手 两个人都是年轻队员 基本上也可以算是中国男双的第三双 我们就仅次于参与柴彪和徐晨郭震东 进步特别挺快 好 好好 好好 张南 从打到坐在地上然后又站起来还是把球稳稳的接住 张云莱第二反应稍微慢了一点嗯就没有回过去对这个上网了 那步伐稍微慢了一点 现在因为这个打的也是越来越激烈 所以各种以前不太好不太不算好动作的在现在用的也越来越多了 是 可惜这球出界嗯 双方打成五平 这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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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开放 马上 一般像现在运动员要去擦汗的话 裁判员有时候还是会阻止的 他出来的时间还不是特别长 所以这种各种场面我们还没怎么见过 但以后可能会看到 双方的防守确实还是非常牢固的 看来 其实我们说前两天我看到这个新闻当中也在说 说到享受比赛的这回事 就是有的说我们的运动员为什么不能享受比赛 但是我想如果您对观众当中或者记者当中 对羽毛球有一定了解的话 看到这个比赛应该能够看出来 张南和赵云蕾是一种享受比赛的心态 在进行这个比赛 他们不是说很拘谨的 不是说我们的前一场半决赛和汉民马金已经输了 好像我们只剩这一对 我很大的压力 我一定要把这场拿下来 要保住我们拿冠军的希望 我觉得他们俩在这场比赛当中 完全不是这样一个心态 所以现在还是比较平稳的 所以说享受比赛 有的时候关键你 首先你自己要看明白 在这个比赛谁在享受 谁不是在享受 对 我们看张南看着必分拿了拿头 我们看张南看着比分拿了拿头 可能这个比分现在给他点压力了 车道我知道您现在也是在广西 对担任这个主教练 现在的队员 您在带队员跟他们接触的时候 感觉现在的队员 有些什么样的特点 说句老实话 我对现在的队员 我感觉欠缺点什么 最主要一个就是欠缺在场上的那种斗志 那种不服输 那种好胜 那种镜头不够 虽然他们训练也很认真 也很刻苦 但是总是欠缺了点这个 所以 有时候我还在跟他们开玩笑 我说你们现在这种 用心啊 那种专心的那种好学 或者那个球上进 那种心态还不如业余的 因为我跟业余的接触的还是比较多 对 我觉得有时候一见面 他们那种问你的问题的方式 那种热情 我就觉得 对打败对手的渴求 他就是想让自己提高 怎么提高 就是有些都说我花了很多努力 就是他们 因为时间它不像那个专业的那么多 所以一有时间就尽量争取时间 有的时间怎么样去提高自己 所以这种心态我想 他怎么能不提高呢 肯定会提高 只是因为可能没有得到好的一些教练来辅助 所以他觉得很困惑 而这些专业的运动员呢 他有时候已经把这个作为一种工作了 所以很多那种兴趣 他不在这儿了 当爱好变成工作的时候 你就没有爱好 所以我觉得兴趣还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像欧洲的很多羽毛球选手 他们其实都是业余的 很多都不 大多数都不是职业选手 对 而能保持这个很高的水平呢 可能这方面也能解释一点 9比9 那么第二局 其实开局是挺好的一个形式 那么由于自己也没有 在这个比分上能够抓紧 5比0 他现在打成9比10 好球 挡一个空档 漂亮 这个球四线失一线内 看来这个 这是张楠的一个习惯 我有一次看他跟队友在那儿玩 就是不是训练 不是正式训练 完了之后打球打着玩 带一些朋友一块打着玩 也经常打打就蹲在那儿了 我还以为他是因为跟朋友玩 这样玩 但是一看在比赛当中也是这样在用 是吧 打扮成习惯 这是一个人的一种风格 其实以前在福建队也是比较主张这样一种 就是蹲下式的那种准备 蹲下来用上手去回 对对对 就是对方过来 因为他这种意识是属于带有反击 带有进攻的这种意识 如果站平的话是属于比较防守 但是这种方式呢 当然有他的好处 也有他的避命 各有各的好跟坏 看谁用的比较合适 对方要是反应过来打你一个后场 你站不起来了 对对对 连续攻 但是对方也不给什么机会 最后陈红霖挑球出了底线 11比10 现在是60票界线 档上的比分是11比10 Lady and gentlemen Now it's beginning to vote The score is 11 to 10 The score is 11 to 10 好 观众们 我们继续向大家介绍 在广州的天河体育馆 进行的2010年广州亚运会 与毛球混合双打半决赛 现在进行的是第二场半决赛的争夺 场上穿着黄色运动服的 在屏幕下方的是中国队的张南赵云磊 今年的新科全英羽毛球公开赛 混双冠军 迎战中华台北队的陈红霖和陈文新 对手也在新加坡超级赛上 曾经打进过四强 但今天从前一局半的比赛情况来看 张南赵云磊还是在场上 占有比分是没拉开 但是从球可以看出来 我们优势还是挺明显 另外一场半决赛是韩国队 沈白哲和李孝珍进入了冠军争夺战 决赛将会在明天来进行 好球 这个张南的这个直线 反拍抽的这一拍呢 被陈红霖猜已经预判出来了 已经正手等在那里 对 轮转过来 但是调的不好 调球的质量不高 好 这样中华台北队又反超 连得三分 目前张南跟赵云磊在进攻方面 还没有给陈红霖跟陈文新造成太大的威胁 所以他们守的还是比较牢固的 陈红霖利用两个正手的对角线停抽 都是调动了张南 张南现在提出来去擦汗 就像赵云导您刚才说的 这回主裁就没有同意 对 他知道你是一个战术性的暂停 战术性的破坏 但是一般好像现在 你让他回去 他还是可以擦一下再回去 他的目的反正就是战术暂停 我擦不擦 反正停一下就行了 对 还就是有用 有时候还就是有用这些东西 所以有时候是这样 当对方打得比较顺的时候 让他稍微缓一下 当然不是说百分之百有用 但是从有些时候确实还是会起到一些缓和作用 对 反正你要是不做任何努力呢 是百分之百会没用 嗯 平抽打 双方都在 各种抽对角 挑到陈宏林的头顶 好 好球 这球是在防守挑球当中控制了对手 利用落点 陈宏林的步法没有能够跟上 最后自己回销出底线 现在14平 判断很好 再次出底线 赵云磊发球 来自湖北的运动员 已经是本次比赛女双的冠军 经过那个暂停之后 好像一下把对方的这个状态就给摁住了 对方就开始转入状态下滑的一个阶段 对 所以这时候应该这个陈鸿林跟陈文兴 陈文兴也应该稍微暂停一下 对 看来他们这个经验还不够老到 就这种战术意识 这时候场上是一个 球出边线 仍然没有去提出来暂停 17比14 他们默默地承受着 而不是享受着 是 再次失误 所以这就刚才12比10的时候 我当时那个时候戒歇回来 我说球比分没拉开 但是我们优势还是很大 对 我想观众可能有好多人不服气 听什么你说优势很大就优势很大 这不才12比10 然后人家还得了好几分 就说这个场上局面完全是被我们所控制的 当张南他们这边一发力 马上就把你甩开 嗯 严肃的撑起球 也露出了 也是在场面笑得比较开心 嗯 所以很多教练员的心是随着场上运动员的这种比分的这种发挥的这个状态而变化的 插网球 这球没有过来 有点可惜 嗯 嗯 像19比15 这有点可惜 嗯 差了一点点 主要陈宏林跟张南吧 他我觉得两个人风格还有点像啊 都是那种玩技术型的 对 但是确实呢张南比他要显得更熟练一些 嗯 对 对 现在是中国队的场点 这样如果是张南赵云磊取胜之后呢 他们将会在明天的决赛里面迎战韩国队的深白哲和李孝珍 我相信李孝珍的这个实力呢不会让张南和赵云磊这场比赛想这样享受的轻松的享受 嗯 好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 最终是 是 21比16和21比15 张南赵云磊2比0 战胜了中华台北的陈宏林 陈文新 他们进入了决赛 那么稍后呢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